日本就是台灣人很喜歡去玩的地方 尤其是日元貶值以後 可是現在日本流行一種病菌叫食人菌 大家聽起來還挺恐怖的 現在看看這個新聞畫面 機場櫃台前滿滿人潮都要準備出國 但現在去日本的人可得注意食人菌疫情 以日本的戀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來看 去年941例 但今年同期到6月2號累計977例 是去年同期的2.8倍死亡率也飆到三成 是1999年來新高 台灣胸腔科醫師蘇伊峰也研判 應該是口罩鬆綁導致 但強調這種菌到處都有不必恐慌 而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士碧也說 日本旅遊計劃不用取消 只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 日本去玩的話盡量不要有外傷 不管這個外傷有沒有流血 那如果說真的有受傷的話 那就做消毒 神菌其實就是A型戀球菌 有1到5天的潛伏期 透過飛沫或者是接觸傳染 腸電症狀有喉嚨痛 扁條腺發炎 或者是發燒 但嚴重者48小時內 就會休克死亡 孩童老人還有慢性病患者 也容易感染 變成腸症 常見的大概就會是我們說糖尿病 那這個皮膚容易損傷 一開始可能是感冒 那後面的話引發這個二次的這個 細菌感染 那就可能會是走戀球菌 呼吸道的這個感染的部分 以目前台灣的監測資料來看 並沒有食人菌疫情 今年第一週到第二十二週 A型戀球菌每週約二十二到三十六件 跟往年趨勢相當沒有異狀 疾管署接續也會做菌柱分析 而專家也提醒民眾 既起到日本還是得提高警覺 戴好口罩 勤洗手 避免病菌入侵 第四新聞 周恩倫 林芝偉 佳婷 台北總謀董 新聞你聽到兩個關鍵句 一個是說嚴重的話 48小時感染可能會死亡 第二個訊息叫做我們的疾管署說 其實台灣並沒有疫情 可是看看真的沒有嗎 只是我們沒有把這種 所謂的A型戀球菌 列為傳染病而已 所以它不是法定傳染病 但是其實我們的實驗室監控 每年每週 A型戀球菌都還是被檢驗出來 22到36件 這四年趨勢都是如此的 那其中會有嚴重到什麼狀況 跟傷口有關係 你看這個小朋友是6歲 跌倒 右小腿破皮之後 兩天後發生腫脹疼痛 過去可能覺得 小朋友摔倒沒什麼 結果他因為被感染了 A族戀血性戀球菌 結果快速的長 成長了三倍 差點要截肢 還好抗生素用的夠 所以這樣的A型戀球菌 4月之後北韓南 因此無意警取消 男族的球隊到這裡去 去參加比賽他覺得危險 那黃立民醫師就說 這類的A型戀球菌 全世界都有及早就醫 通常不至於威脅到生命 問題是就支持率這麼高 A型戀球菌4月日本之後 醫師還提醒到日本旅遊 真的要注意安全 當三成的患者離病後 48小時內死亡 其實這個比率已經不算低了 講到病菌 可是真的病可以用歌聲來打敗他嗎 這是信念嗎 這個叫做聖結石 居然聽一個演唱會 話成語的演唱會 飆了很高的高音 歌喉很特別 所以受到大家歡迎 就有歌迷說 他去聽了演唱會之後 十四字這首歌 聖結石被震碎了 好通通 他就覺得出了好笑 當其人意識 真的嗎不知道 但密尿科的意思是說 這也不是不可能 類似情況是存在的 基本上都是偶然 常康醫師說 機器通常需要頻率 有數百萬千赫以上 才能打碎這個結石 那人類如果能夠發出這種聲音 其實人類頂多數千赫 如果真的有這樣高能量 來震碎石頭 他認為是不可能 對啊 所以我還是比較相信 醫生的一個說法 就因為我們周圍 也有很多人都是有 腎結石的問題 痛到不行 後來也都是用這個 機器把它打碎掉 如果這個華晨宇的 這個歌聲這麼好 那大家全部就去聽他歌就好了 而且遠距離 你不用坐太近 你很遠的地方 你就可以透過他的高音一標 你的這個結石就沒有 你知道要打那個結石 其實也很辛苦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還是 而且我醫生也提出了一個 一個就我的理解也是 數百萬千赫你才有辦法 那個頻率才有辦法 震掉你的那個腎結石 就我們人發聲 不管你在標多高 也不過是數千赫 就可以有辦法 達到這個距離太遙遠 所以我覺得就是偶然 就沒什麼好講 不過你倒是提到那個日本 因為大家都規劃 現在快要期末考了 大家都在規劃 七月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去日本 去日本還是最多人去的 然後你那個食人菌 特別是很多 那個新聞裡面 就放出那個食人菌 這個傷口裡面 好像被咬了一塊 好像被吃掉 然後用這個名字 雖然說他的學名 就是A型戀球感菌 但是光是這個名字 的確讓家長還有很多人 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現在你知道嗎 有很多耳鼻喉科醫生說 你另外是已經感覺到 喉嚨痛的話 以前我們大家都會觀察 盡量不要用抗神速 可是這段時間 就是因為這個食人菌 就是A型戀球感菌 這麼樣的風行 所以很多醫生 就馬上就看到 稍微狀況有點 因為我們現在個案 還不是太多 雖然個案不是太多 但是已經發生 而且去跟日本 頻繁的一個接觸 所以目前為止 大家幾乎都用抗神速 來治療 那也提醒我們 萬一自己喉嚨痛的話 也要把這個A型戀球的感染 也把它放在心中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有問那個 我看林茨碧醫師的 他的文章 他不是說得到A型戀球菌的死亡率 有三成那麼高 是年紀很大的 有糖尿病的 傷口不容易好的 那個族群 免疫系統不好的 對 那個族群才會 一般如果說像我這個年紀 或是更年輕一點不會 那如果你有出國的話 第一個 可能一陣子被戴口罩了 所以他會感染 你就要戴口罩 再來就是手 你要去洗 那如果有喉嚨痛的話 你去檢查 因為喉嚨通常是病毒 如果是A型戀球菌的話 就要吃抗生素 大概吃 那你拿到抗生素的藥 不管在日本拿或台灣拿 你一定要把抗生素的藥給吃完 比如他給你五天份 然後可能早晚 你吃到第三天 你覺得沒事了 最後兩天沒吃完 這樣不行 一定要把抗生素給他吃 對 所以只能說我們出門 在外路去旅行的話 還是小心 因為有時候你抵抗力差 或是你有一些救急 有時候不知道 那抵抗力差 他就很容易在旅行的時候出現狀況 保護自己為妙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大家好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